大家好,我是Stan 可可小伙似乔达被网友大骂偏袒报导护航5050后 因为一千多条的负面留言 导致可可小伙似乔达下架了50片的预告影片 而韩国放松通信审议委员会 也收到了200多件的投诉SPS不公正报导的举报 接着滴社以及记者们也拿出证据 打脸了可可小伙似乔达护航50的内容 首先看可可小伙似乔达播放的5050成员父母的采访内容的话 甚至也用监控监视孩子们 因为不好好提供饮食 父母送来食物的话 代表就直接扔进客厅后 命令他们去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还收到侮辱性的话语让人难以忍受 他们说就算不做歌手也不想回去 但是今天滴社公开了当天监控的截图 截图中能看到在所属公司的办公室 成员们父母送来的食物被丢在地板上 成员们则是很像被骂的感觉 但是指责成员的人不是全代表 而是抢了成员阿宁的版权股份 跟被指控为幕后黑手的安森尹 连续一起在好几个公司工作的百里市 除此之外 可可下游戏达表示 全代表从来都没有参加过 选拔50-50成员的月末评价 但这不是事实 根据采访 全代表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月末评价 而在这里更严重的是 全代表向可可下游戏达提供的资料 几乎都没有使用 因为可可下游戏达这次太过于偏袒一方 所以连韩国经纪公司联合韩国演艺制作协会 都发出声明要求 可可小游戏达的节目制作组 对于扭曲偏袒报道应该要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幸亏留好证据了 因为相信可可小游戏达的人还蛮多的 完全没有去确认真相 为什么需要59粉丝的采访呢 国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呢 居然还说K-POP是赌博 在SBS正式道歉之前 娱乐公司们不应该让自家歌手们出演节目 这不是低劣的采访 而是变成了造假且偏袒式的节目了 至少这个事件 地涉涉拿出明确的证据在报道 所以是有可信度的 相比之下 可可小游戏达无视了大家都知道的证据 还以奇怪的方式掺杂感情 进行偏袒报道 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狗话 之前也都是以这种形式采访 刷刷嘴皮子的妈 信赖度见底了 重要的采访都被剪掉了 把一个自称是粉丝的胡说八道剪到里面 真是个了不起的节目啊 所以大家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8月19号 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参加 索米视讯签售的经历 这位网友表示 当时自己跟索米话还没有说完 时间结束的提示铃就响了 镜头也马上被遮住 于是自己大喊 索米啊 我只说最后一句话可以吗 但是很遗憾 视讯还是被官方挂断了 但是被挂断不到一分钟 这位网友就收到了索米发来的视讯 你想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我是索米 网友激动的回复 我爱你 我爱你啊 索米 索米也描绘 谢谢你啊 超级充分 哇 索米又温馨又可爱 疯了 索米 太亲切了 这样的话 这一辈子都会成为粉丝的 对于索米 超级充分的举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什么 躲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